我自己一向對台灣是一般的 不過珍樂同學跟我說 自己在台灣帶了一些好東西回來給我 我就不是很相信台灣有好東西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Sunny 之前珍樂同學跟我說 自己在台灣帶了一些東西回來給我 她說這件事非常棒 你一定要拍片 就是這一個 懶人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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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裝印章眉粉 我怎麼會這麼難讀台灣的 我平時就很少收尾 如果有這件事 我想應該可以試一下改變一下眉型 有一個印台的東西 這裡是一塊鏡子 有些眉粉 接著就有不同的眉型 有一個拱形眉 有一個一字眉 接著還有這個 葉扭 不是 有一個扭葉眉 我現在首先要遮遮唐眉 然後再用這些印章吸進去 看看可不可以改變到眉型 讓我遮一遮 很噁心 哇 沒味道很噁心 我現在可以用這個印章印在鼻毛上 首先我先試一下用這個一字眉 一字眉應該跟我原本的眉型差不多 可能會比較兇 我想我的感覺 被人坐出可憐的感覺 讓我試一下八字眉 斜一點 加上少許皺眉之後 我覺得我現在很可憐 Hello 大家好 Sunny 我們現在就應該要弄一隻 很可憐 好 接著我們就試一下這個拱形眉 拱形眉好像比較幼 和我原本的眉毛有很大出入 應該會有些分別 我覺得好像沒有什麼分別了 你覺得怎樣 都還是這麼有型 好 接著我們就要試一試扭葉眉 這個扭葉眉感覺上好像納不小心糖味 我試一下印章一點 看看我可不可以變成納不小心 嘀饒行 屁yect es 屁 Prony 吱 consult %2 人們普通說我的額頭高 所以我試試把膻眉 印高一點 做得更高 自己的眉毛 我現在現在充滿了煞車 yoo YOU 咦?其實我可以這樣喝 我竟然發明了新的玩法 好有型 我覺得我現在簡直活出了自我的風格 好了,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,就給我讚好,然後分享出去告訴你的朋友 台灣人真的很喜歡弄味 千萬不要忘記要Like我Facebook、Follow、Instagram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,我去逢星期二、四、六出片 就這樣,BYE 為什麼我這麼有型